今天晚上的头条焦点 我们要聚焦是发生在高雄市的左营区 明华一路在今天中午发生枪击案 这名男子疑似债务纠纷 所以手持两把手枪散弹子弹 是朝着屏东这名陈信角头射击 角头送医不治 那么案发之后这名开枪的凶弦 他也自动投案 但是背后是不是牵扯到有藏进人 或者是帮派势力的纠纷 警方还要再查 枪声大作吓坏民众监视器还原现场 黑衣白酷男子从白色轿车下车后直奔停车场 下一秒传出枪响 他跑不离开 但没多久又折板 弯下腰疑似在剪弹夹 接着又跑到了停车场再度开枪 翻后他迅速跑回车上开车离开 重回枪击案现场可以看到 地上还已有斑斑的血迹 据了解嫌犯早就已经打听到 绰号丫头的小头会来这边 于是当丫头和两名小弟从店里出来 玩玩桌游出来的时候就遇害了 我看至少十几下 而且又是近距离 我到现在都很害怕 他去到他打枪了 我们下来的时候 坐下来就说扭起那车 两台车的中 那可能一边再开枪弹的时候 又扭扭的时候 扭在车房间再开三四枪 目警民众说 当时小弟护着大哥 躲到车跟车之间的缝隙 还是没能躲过一劫 开枪嫌犯是三十五岁的 杨姓男子屏东仁 和死者一样都有诈欺前科 他行凶后开着白色轿车 直搬派出所投案 究竟两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得用武力来解决 是债务纠纷所引起 是杨贤持枪朝被害人腹部射击两枪 那被害人送医救之后不治死亡 那我们现场是十货六颗蛋壳 中枪的陈信角头 送医急救不治 其实他才因为诈欺案被关出来 重获自由没多久就发生恶号 由于他三年前疑似欠下五十万元的赌债 警方初步研判 嫌犯是计划性寻仇 守株待兔赌人 至于犯案的动机 以及幕后牵扯哪些势力 甚至两把制式手枪的来源 警方将层层追查 记者杨中美许求文 SNG小组高雄报道